布施多而福报少的原因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 点赞并转发本视频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 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布施功德 菩萨本行经里面谈到 若有众生不能以至诚心去布施 不能以恭敬心去布施 不能以欢喜心布施 布施的发心很重要 心态 或者供高自大而布施 这就是布施多而福报少的原因 有一个成语叫接来之时 碰到饥荒的年代 很多人试点粥饭 这是好善事 然而他对人家饥饿的人却是很轻烈 就说接 接就是喂 喂 给你 就是这样布施 正好碰到很有刚骨的人 就说 我就是由于不吃接来之时 才饿到这个样子 这就供高自大而布施 认为自己了不起 你们这些快饿死的人 我有很大的优越感 这就是没有恭敬心 一个菩萨布施 一定要恭敬心 要平等心 或者接受布施的是一个斜肢斜贱的人 那么这样就等于你在一个很贫瘠的土地上耕种 下的种虽然多 但所收获的却是很少 这叫施多福少 相对应的是施少福多 如果在布施的时候 你以欢喜心布施 你以恭敬心去给予 以清净心去给予 清净心就不求回报 如果你说你很困难的时候 我给你一顿饭吃 给你多少衣服 等你发达的时候 你得要挤备给我 那这就是交换的行为了 放高利贷了 这就不清净 因为真正布施三轮体空 不求回报 或者你所布施的对境 正好是正道圣位的阿罗汉 或者是法身大士 菩萨那你就幸运了 就好像你在一个肥沃的良田中 下的种子虽然少 但收获的却是很多 你看这里面就比较复杂了 布施多 反而福报少 布施少 反而福报多 有这种不同的情形